无聊是我们的剪影哪无聊也别的 因为我们的风格跟武内风格相近 那个一个土鸡把它烧出来之后 汤汁咬出来红润麻辣鲜香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多成块儿 加水丢块生姜炖 你说哪个鸡好吃 假如这个人的口感还是喜欢鸡奶奶的喝着鸡汤 这个鸡汤好鲜 这个汤好鲜 汤都鲜味美对吧 它是不是吃这个蛋白食 然后喜欢味道中意来的红烧鸡香 这个汤麻辣鲜香 他说我们的酒就属于他 去色香味剧前 就是这个宫中的酒 成香 叫香 凉香 都比较香 鸡汤比较香 比较爆 比较香 比较严韵 然后 卢洞兰家六龄板 他属于是注重一个香 叫香 然后后段干净 凉香 香味比较单一 但是让你喝起来之后就感觉这个酒比较纯 比较单 比较干净 喝起来比较清爽 清爽 比较清爽 就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喜欢清淡一点的人 他喝鸡汤 喝起来好吃 但是我们胃口重一点的人 这个下饭菜 这个汤汤下饭干净一点 这个红烧鸡 红烧鸡 它是风格式别的 我们的风格跟无奈的风格相近 它风格都相近 跟药乌鸡汤的话 风格上还不一样 跟六龄板的风格都不一样 所以你说谁好喝 谁不好喝 不好说